嗨,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Jacky 今天呢我请来了我的好朋友博 嗨,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和大家拍一个2019年度的护肤品的一个推荐 那我自己呢是用比较多的欧美系的护肤品 然后博呢是对日系的护肤品比较有研究 所以今天我就请来了他和我一起做这个视频 那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肤质 我的肤质呢是属于中性的皮肤 然后到了冬天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干 我的肤质是混合偏干 外加特别容易敏感 特别干的时候会泛红两下 然后T字偏油 现在呢我们就开始介绍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些 2019年度用的特别好用的护肤品 那我们就按照护肤的顺序 去从洗面奶开始一点点往下介绍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款最近我觉得特别好用的一款 欧美的一个洗面奶 它的牌子是Glime Glow 主要是最近我用了很久的那个CPB的那个洗面奶 然后我就觉得不太好用了 因为我的脸越洗越干 所以我就想换一款 然后我在Shopers的时候呢 就是店员给我推荐了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挺有名的 而且这个它是写的是Gentle Bubble 就是很温和 尤其是对我这种敏感皮肤 它的泡沫很细腻 平常化个淡妆的话 我之前都不需要用任何卸妆水先卸 就直接用它一瓶就是洗得非常干净 而且洗完也不会干皮肤 就很好用 这倒挺好的 因为一般如果说你只是出门用一个防晒之类的话 也不用再卸妆对不对 关键是它洗完很舒服 脸不会就是没抹乳液之前也不会觉得很干 性价比也很高 对 而且它还挺大管的 150毫升 那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个 我最近用的比较好用的化妆水 这个化妆水呢 是胶韵湿的 其实我之前没有用过 因为之前我用了一个就是有A酸类型的那个化妆水 然后用完之后就觉得脸有一点刺激 然后我就去专柜呢 看这个化妆水 它说的是一个镇定舒缓的作用 它上面有写Extra Comfort 我用完了之后呢 就觉得它特别的舒缓 它的质地呢 不是一个水状的质地 它是有一种有一点点稠度的那种精华水的那个质地 它官方的介绍说它可以镇定皮肤 然后有保湿的效果 特别适合季节交替的时候使用 我觉得除了舒缓呢 它也没有别的特别的效果 但是如果在季节交替的时候 你皮肤特别敏感的时候 你可以试一下 因为它的使用感还不错 味道呢 是有一点点淡淡的 就是还挺淡的 我今天主要介绍一个这个 针对敏感偏干的这个一个日系的一个化妆水 暑假去那个北海道的时候在药妆店 然后这个是店员推荐一个日本本地人用的很多的一个牌子 叫Promedial 然后它是针对就是非常干和非常敏感皮肤用的 这个化妆水的质地也是那种就是更特别水 但是呢 它稍微有一点点 但是很好吸收 而且它里面不含任何酒精啊 一点味道都没有 对啊 没有任何味道 就是一点不刺激皮肤 然后用完了以后呢 就是马上会吸收 我的皮肤就是用完这个不会泛红 它有说给非常干的那种 那肯定就是保湿性特别好 对 然后它这底下又加了一个 Extra mild formula 非常温和的一个 这个品牌我没怎么看过 店员说主要是那个日本本地人用的比较多 大家以后去日本也可以去买来试一试 它这个品牌的这个价位和翻口的差不多 比那些大牌子我觉得还是好用 就是很亲民的一个品牌 接着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是 我在这边买的一个OLED的精华 它是一个美白的精华 因为之前呢我就在网上看到 OLED在中国卖的特别火的那个光感小白瓶嘛 但是我不知道这款精华是不是同一种东西 OLED像这种品牌 它们在中国的销售和在北美这边的销售 它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用完了之后呢 我就觉得特别好用 它这个OLED的美白的这个精华呢 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可能就几十块钱吧 如果说你真的脸上有斑呢 或者是有痘印的话 这个不一定会有效果 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嘛 我的脸就会比较的发黄 然后我就用了这个 就是觉得脸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就是提升 它就没有觉得脸特别黄黄的那种 然后它就是使用感也特别的好 它挤出来是白白的嘛 特别好吸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看见 就一点点一点点味道 摸起来滑滑的还挺舒服的感觉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用起来平时你如果只是想要提亮一下肤色的话还是挺推荐的 刚才Jacky介绍了一款美白和提亮的 然后在这里呢 我再介绍一款保湿 还有就针对敏感肌的一个精华 这个还是那个Promedia 刚才这个化妆水是一个牌子的 然后这个精华的质地呢 就是也是稠稠的 很好推开 很好吸收 然后味道呢淡淡的香味 很保湿 你可以当精华或者也可以当那个妆前乳 也可以当妆前乳 就是保证这个很好上妆 然后呢我们走到了眼霜的这个部分 那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眼部的精华 这个眼部的精华呢也是非常有名的兰蔻的大眼精华 这个精华呢 我觉得它的特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按摩棒 它这个按摩棒嘛 可以就是很好的按摩你眼周的肌肤 然后可以按摩到眼周的穴位 就像我平时如果晚上剪视频剪得比较晚的话 眼睛又特别酸 然后我就用这个按摩 就是特别的舒服的那种感觉 它在官方呢 它的介绍是它可以去黑眼圈 可以去眼部的细纹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增长睫毛的功效 我个人觉得它没有什么增长睫毛的功效 但是它对你的黑眼圈和那个细纹呢 有略微的缓解的作用 但是这种东西嘛 你还是要坚持用 如果你眼部真的出现皱纹的话 可能光靠一个眼霜 并不能解决太多的问题 但是整个来说 它的使用感就是特别的好 它介绍完一个眼部精华 我介绍一款这个伊丽丝 我想大家还是挺熟悉这个牌子的 这个眼霜就是我觉得很多朋友都用过 这个很好用 这个我这都用的第三管了 然后你都用了三管 因为我的细纹很多就是我很多这个细纹 因为它这个上面写的嘛 主要是针对细纹 我觉得用上还是很有效果的 用一段时间就会发现 虽然不可能完全没有细纹 但是真的会变淡 平常就是只是不上班的话 我不涂粉底的话 就最后一步 我就是用这个也是伊丽丝尔这个Day Cream 这个Day Cream呢 是SPF50的防晒指数很高 加拿大这边呢 辐射阳光辐射很强的 所以说我每天白天 就是不用再用两管了 就用这一管 就是乳液加防晒就足够了 而且它这个抹上以后呢 还有一点那个提亮的一个感觉 你看就是 你看抹上以后就会有一点点 就是亮亮的 你看有一点亮亮的 所以说皮肤会感觉挺好的 这个我用过 我用过那个金色的 对 这款白管呢 是又加了美白的成分 这个真的是很好用 就是你可以直接把它当妆前来用 然后它就等于 把那个面霜和妆前结合在一起 对对对 是 然后这一管就解决了 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用的 对对 接着我来推荐那个面霜嘛 这个面霜呢 就是千币的水磁场的这个面霜 这个面霜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有推荐过 我已经是用了好几罐了 就今年也用了好几罐 然后它的质地呢 就是一个果冻的质地 没有任何的味道 主打的呢 就是一个补水的作用 我可以试试吗 我一直都想试试这个 你是 你是 对啊 这个很补水啊 它就是一个补水 如果是白天用的话呢 它也不会说和你后续的底妆 打架搓粘 它的官方说它也可以用做妆前 可以用在粉底之前当一个妆前来用 它还可以做那种补水面膜来用 对对对 就是晚上睡前 敷一层涂厚一层 然后长起来肯定皮肤超好的 对 它的价位也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呢 它只是一个补水而已 没有其他的 比如说抗老啊 美白啊 那些作用 如果说你冬天呢 觉得皮肤比较干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 嗯 我也来介绍一款这个 翻口的这个面霜 这个就是特别保湿 而且它不是稀的那种 它的质地是那种比较稠的 冬天我的皮肤会特别干 你看它是比较稠的 但是稠呢 它又很好推开 然后呢 抹上以后 因为一般稀的我用完以后 还会觉得我的皮肤还是有点干 但是用完这个呢 我再上那个粉底啊什么 就会觉得皮肤还是软软的 还是很舒服的 而且它这一管呢 就是很小 你看 比如说我外出旅游呀 还有就是随身拿的 补一下妆 抹一下这个也很好 它这个就是 我刚才就是摸了一下吧 觉得它是有一定的厚度 有一定滋润度的那种 对对对 就不可以用在你两侠 如果比较干的时候可以用来 对对对 就皮肤两侠很干的朋友可以试试 那我最后呢 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身体乳 这款身体乳呢 就是全家都可以用 就是这个 CeraV的这个身体乳 这款身体乳呢 是我的皮肤科医生推荐给我 然后我儿子的医生 推荐给我 然后上一次我带他去那个药房嘛 然后那个 Pharmacist也推荐给我 都是推荐这个CeraV的身体乳 因为我和我的儿子都有湿疹嘛 它比较保湿 非常的保湿 那个药剂是适合我说 如果说你的皮肤比较干的话 你用这个呢 它可以停留在你身上的时间 比较久一点 所以达到的保湿的效果更好一点 所以我这一次就回购了一个最大罐的 它是539克的 这个还有一个是给baby用的 我个人觉得baby用的话呢 它要比较的轻薄一点 你挤在手上 你就可以感觉到 这个是比较轻薄一点 大人用的是稠的 baby用的就是比较轻薄一点的 但是如果说你的baby是皮肤比较干的 然后有湿疹的话 你是可以给他用这一款的 会效果更好一点 最后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款 我非常喜欢的这个面膜 这个面膜呢 跟别的面膜有点不一样 这个还是那个prometheus的那个面膜 那个牌子 这个面膜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带那个收脸 就可以瘦脸 然后又提拉 然后外加补水 可以瘦脸的吗 对啊 可以瘦脸啊 我觉得这个对我很有用 对啊 因为你看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打开一下 你看 它打开以后呢 它中间是有一个那种收脸的一个 这个凸起的这个地方 它等于就是有点立体 对对对 就当你敷在脸上的时候 比较贴合的 就是它底下呢 又可以把你的整个脸包住 包住以后呢 然后就可以把你的脸整个往上提拉 而且它敷完以后 这个脸真的是非常保湿 主要是保湿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皮肤就是会泛红呀 就是突然敏感了 镇定啊 镇定 然后你敷一片这个 马上就会觉得舒缓很多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们两位大家介绍的 这一年来我们用过非常好用的护肤品 今天呢 所介绍的所有的护肤品呢 都是我们自己购买的 然后实用感受呢 也是我们个人的意见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支视频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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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